你好 欢迎收看1月17号大华联地方新闻 我是吕卫 除旧不惜一新年 华联县环保局向石山乡镇市公所清洁队员致政春节礼合 感谢他们长年的牺牲与奉献 县长徐政卫全程跑 了解各个清洁队需求 同时也感谢清洁队员们在疫情期间不为病毒威胁全力投入环境倾销工作 他也特别叮咛每一位队员要尽快施打第三剂疫苗保护自己和家人的健康 县长许正卫在县环保局副局长的陪同下 一早八点从南区副里 玉里卓西 再到中区的瑞瑞丰兵 接近中午时 递达光复清洁队致政春节礼合 感谢清洁队员长年来的牺牲奉献 谢谢县长 清洁队员也感谢县政府及县长许正卫的关怀 头一次踏进光复乡清洁队部 县长特别巡视厂区设施设备 并强调只要有需求 也将全力协助改善并提升各乡镇施工所清洁队的设施设备 那牌这个牌的牌 对啊 现在这个牌好几天才牌到 现在有大 因为我们最大的一笔是109年那时候 因为那时候补了非常多 所以那时候应该已经把一大部分都开掉 然后所以你们要再次等疫情会再进行 然后你们自己也先排序 从109年起国内新冠肺炎疫情兴起 新年队员不为病毒威胁 全力执行户外公共环境防疫消毒作业令人敬佩 现在国内疫情升温 县长更不忘叮嘱每一位队员尽快施打第三剂疫苗 保护自己及家人的健康安全 预约了 OK很好很好 好那明天要去打第三剂 那你的家人朋友 如果是10月27号以前打过的 12周84天就可以打了第三剂 好不好 我们自己花莲的乡亲 告诉他们已经要施打 那另外如果我们有亲朋好友 孩子要回来 从西部回来 也请他们打了第三剂再回来 好不好 这样比较安全 那在新春期间 真会除了感谢还是感谢 农历过年前戏 县长许任为全县13乡镇市公所清洁队 跑透透 制正春节礼合慰绕 除旧步兴迎新年 民众可配合13乡镇市公所清洁队 垃圾及大型废弃物收运时间 来办理年终大扫除 一起过一个干净清洁无毒的好年 记者综合报道